领跑C01定位BG轿车是目前品牌 价格最贵最旗舰的轿车 其售价不到20万高配28万多 相比它的同级竞品比亚迪汉 哪吒S它到底能不能值回票价呢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静安小旋风 首先我觉得C01的外观真的长得挺普通的 贯穿式的大灯隐藏式的车门把手 这些设计其他车上都有 就属于我在人群中看了你很多眼 依然记不住你的脸 不过你看它圆头圆脑的车头车尾 6倍的车身 其实它的风阻系数还是挺低的 只有0.226cd 这个成绩还是很出色的 其实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是货式拐脚加小尾巴长轴3C吗 不过通常来说 长相帅气的男孩子都有一点小脾气 长相普通的男孩子性格就会比较舔狗 那我们进到车内看一看 它的内饰是不是很会讨好人 诶 无框车门 还有双层夹胶的玻璃 不过只有前排有后排就没了 意思就是独宠副驾的你 后排就不管了 半毛皮的材料覆盖了整个车顶 包括遮阳板 然后座椅和内饰呢 也都是软性的皮质包裹的 皮质方向盘的手感也很舒服 确实舔的到位了 不过最夸张的是它这里居然可以翻出来一个手机支架 看到没有 这是我第一次在车上还看到这种配置的 充电口点烟器 无线充电 手机支架全都给你安排了 手机档绝对伺候到位 还有一个我第一次见到的配置 就是这里 它自带一个原装的蓝牙耳机 副驾看电视剧 主驾专心听导航 这么舔你们觉得到位了吗 它的车机呢是配备了高通骁龙815的芯片 所以副驾在这里玩各种功能都不会卡 全景天幕是现在非常流行的配置 很多车都有 但是呢 它给你安排了一个传统的阵阳帘 这个逻辑就是非常懂女生的 悄悄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 在它的扶手箱里面还藏了一个暗格 舔狗也是可以有自己的小秘密的 打开前机盖 它还有一个不小的前辈箱 给女生准备的小礼物 藏在这里面就可以了 它还自带一个人脸识别 登陆账户的功能 只要之前保存好自己的设置 那么你一上车之后呢 座椅 方向盘 后视镜 以及各种偏好 全部都给你调节好 它四个座椅的头枕 设计的都挺好的 造型呢 类似于奔驰那个航空头枕 但是它两侧是不可调的 然后它中间这个座位 也给了你一个头枕 说明还是挺讲究的 你可以看到 后排的空间表现是不错的 地板纯平 哦对了 顺便就提一句 这个车呢 它们也是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叫做CTC 现在最火的两个技术 就是CTB和CTC 主要的理念啊 是差不多的 就是Sale to Chercie 就是将电池骨架 和底盘车身结构 合二为一 这样去掉电池包了之后呢 既可以减重 又可以节省空间 静态的部分 最后再吐槽两个缺点 既然很多人都已经吐槽过了 那我也就再吐槽一遍吧 就是它为了追求整体的一个全景天目的效果 后面整个都是一块巨大的玻璃 所以坐在这里的时候还是挺晒的 虽然它号称可以隔绝90几的阻碍线 但实际坐在这里 太阳还是会整个就晒到你的脸上 本来这是一个老板座 现在变成受难座了 第二个槽点呢 就是它的后备箱 是按一下这里解锁 然后手动抬起 关键是这么智能 这么科技的车 它居然没有配备电动关闭 需要自己手动的 而且还不是很轻 这个设计难道是为了体现男友力吗 我还是希望它改款的时候 能够增加一个电动关闭 我们现在就开起来了 我觉得这个车 整体给我的感觉 它的操控是做得不错的 因为我平时开的是一个底盘偏硬的运动轿车 那我换到这个车上 我觉得它的底盘滤震 做得还可以 就比如说我们每一次经过一些 颠簸坑挖减速带 包括阴井盖的时候 它这个路面的颠簸 可以比较清楚的传递给你 但是经过了它的过滤之后 车身没有太多的弹跳 就是说它既保持了清晰的路感 但同时坐在里面的人 也还挺舒服的 另外一点需要介绍的是 这个车一共五个配置 高配两个是双电机的性能板 然后它的加速会比较强一点 其余的三款都是后置后驱 最关键是它的悬架结构 使用了四轮独悬 后置后驱加双叉臂前选的这个结构 在以前燃油车的概念里 这样的配置通常都是用在一些性能车 或者是讲究操控的一些车上面 这个还是比较好的一个配置 转向手感我觉得做的也还比较清晰 上午的时候我们经过了一个节油赛的挑战 如果你不喜欢很强的动能回收 那么你就把这个动能回收调到弱 那么这个时候它整体的这个车身的制动 或者是滑行的那种感觉 都是非常接近燃油车的 如果说一定要挑一点部族的话 首先是我觉得这个车 它可能是由于车高比较低 所以它这个遮阳板的宽度做的是比较窄的 那在厦门这种日照比较强烈的城市 你的正面和侧面 其实这块遮阳板不会起到太大的作用 那第二点呢就是很多人会提到一个 它的隔音确实稍稍有一点欠缺 你会发现比如说你经过一些坑挖的时候 它的滤震表现确实做的不错 但是同时它的噪音传递的也非常清晰 尤其是坐在后排的时候 这些就是风噪路噪什么的 就还是会听得比较清楚 那最后来做一下总结 我觉得这个车整体的性价比 还是具有它的优势 它有一个中配的车型 是超长续航版 CRTC的续航里程是可以做到717公里 那这个续航里程 就算你给它打一个折扣好了 你开500公里的话 那你一口气开下来的话 车都没爬我人先累死了 对吧 就是我觉得这个续航 表现在同级别的车型里面 是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的 那么三款低配长续航版本 它的百公里加速是7秒多 在家用车里面是中等偏上的水平 那如果你预算比较充足 买到20多万的这个双电机性能版 它最快是可以做到3.66秒的百公里加速 就是说它的这个超长续航 和这个超快的加速 在同级别竞品里面 比如说相比比亚迪汉 和诺扎S来说是一个比较拿得出手的数据 所以总体来说就是看这些硬件的这些参数 包括它的配置堆得很猛 还有一些细节的设计舔的也比较到位 所以说它的性价比是它的一大优势 那它比较明显的缺点 首先就是它的后排遮阳的这个问题 还是需要升级一下 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它的外观设计 相对来说比较中庸 就是你在人群中看了它很多眼 也不一定记得住它的脸 那以上呢就是关于这款车的一些优缺点 本期视频就要这里了 我是小旋风 我们下期再见